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貪婪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 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 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y 今天要來聊聊最近很火紅的 數畫股 數畫股在最近大盤 算是震盪不明的時候 那算是逆勢往上漲 對那就是像我之前講的嘛 就是看這一個 他的這個布蘭特原油他的報價 還是在持續的往上進攻 那就是有帶動這一個 台股這邊的數畫股也是繼續往上進攻啦 對那今天的話就算是 太弱流強啦 就是把一些 偏強勢的個股給挑出來 那還有一些就是你可能連看 都不需要去看的一些 個股就是冷門股啦 那直接把他給 就是從你的觀察名單刪掉 不要 再因為就是說你的 比如說你的朋友啊 你的親戚 反正你的親人 反正或是在你 論壇上面看到的這些 就是 我覺得啦我自己 個人的看法是覺得說 可以直接把他給 刪除 就是連買進都不要買進 那當然如果說 你在 這些冷門股裡面 就是我等一下淘汰掉這些 個股裡面 你是 之前就有去操作過一波 那你很了解 這一檔 股票的一些 股信啊 諸如此類等等等 對如果你很了解這檔股票 那當然說 你還是可以 繼續去操作 那如果是 目前 你是因為資金 這個行情有流到 這個 書畫股 那你才 在觀察這個 書畫股的話 那我自己建議啦 就是可以 去 就是 影片看到最後 可以去 知道說 啊 那我到底 就是 看哪些 部分啊 哪些資訊 去 做一些 篩選 所篩選出來的 股票 那這部影片就算是 獻給一些 大家有在觀察 書畫股 那 把這些 地雷股 直接給 泰除掉啦 對 好那我就 整理出 4點 我整理出 4點 這4點的話 我們就大概 去念過一遍 就是我們去找 算是量啊 就是找 之前這個 台股在 瘋狗 瘋狗 浪 稍打一個字 瘋狗 浪 盛行使 那 他目前 就是 近幾週 他的成交量跟 之前差不多 或是甚至更高的 個股 對 這一點的話 就是說 資金有在裡面 滾動啊 就是資金有流進了裡面 那可能會再換出去 也說不定 反正就是 資金 目前有進到這一檔 個股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 劃一條下站去之線 可以 幫助你去 淘汰掉 這些 弱勢股 對那 怎麼講呢 就是 目前的大盤 算是也是 震彈不明嘛 就是說 其實 目前大家手上 有的股票 應該大部分 都是 在套牢 對因為 這些 比較弱勢的股票 就是在之前有前一波的 一波小三這樣子 那 那在大盤大漲的時候 就是 容易 小漲 那大盤如果大跌的時候 就是容易大跌 那個 字打錯 算了 無所謂 那再來的話 看一下這個 第三點 就是說 你會覺得說 那便宜的股票 趕快買 可是 股票你 太貴 又 不太敢買 對就是在講 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到 像什麼 雅劇 台劇 台塑 反正 住如此類 就是已經漲上去的股票 你會反而覺得 很害怕 但是你又偏偏去買這些 就是第四點 你又偏偏去買一些可能成交量很低啦 幾百張啊 或是個位數十幾張那一種 我覺得 這些 成交量很少的就是直接 把 只是直接刪除了 不要再去觀察 只是也不要去聽別人報名牌什麼 那你就買 對那你這一套 這個套牢可能就要套很久 對那當然冷門谷是可以玩 但是 真的是要 有在操作的啦 對那我自己是 都沒有在玩這些冷門谷 好那我們 大概去 講過之後我們就先把 呃剛才第四點去 拿出來看 對那 這邊啦 這邊其實就是我剛才 其實就有先 整理出來 就是 總量嘛 對那 這一排 左邊這一排的話 就是 上市上櫃 那還有新櫃的 全部都挑出來 那我們去看他的總量 目前量最多的 就是 在禮拜五啦 目前量最多是 雅具嘛 那我們從這邊 開始往下看 再對到 左邊 我們這邊的箭頭 我們從這邊這個 箭頭 開始往上看就好 就是從 台達化開始 往上看到 雅具就好 那下面的這些 就是直接都 直接 忽略啦 因為 成交量真的是 太少了 對那 其實老實說我自己 是 比較偏說 成交量可能在 3000張 以上 會比較好 一點啦 對那 我們就來 看一下我們的第一點 反正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一起看好了 就是看他的成交量跟他的 就是目前到底是強勢 還是弱勢 好那我們 從下面開始往上看好了啦 對那我們就看 太達化 太達化的話 我剛是有畫這個線 對他這個跳空是因為他有 這個零股息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成交量 我目前 其實我都是看成交量 居多啦 就是成交量然後看量去看他的 支撐和壓力 就是 可以大概去抓說 這一檔股票他的一些 震盪的區間 那我們 觀察到說他的成交量真的 沒辦法很多啦 就是可以看到左邊嘛 他3456 到7月這邊 他成交量跟目前的 所以這檔 恩 就是也是可以直接去 淘汰掉啦 對如果你是去追資金的話 他目前如果你把這個還原日K給 呃弄出來的話 可以看到他在 這個9月底的時候確實是有往上漲 但是 又受到壓力往下壓嘛 對所以 這檔股票的話 我 恩 會比較把他 當作他是比較偏弱勢的 股票啦 對第一嘛沒有量 第二的話他 呃受到這一個 下降趨勢線 這個這條線的壓力之下 所以 所以說他還是在 在這個 偏弱勢的 租群裡面啦 那我們再來繼續看 這個台本 台本的話 我們看一下 他的量 量的話也是 蠻少的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他的 4567 好 他7月這邊是最高的嘛 那大部分其實都是在 7月初那時候很高 因為那時候有 炒 算是 一天行情啦 對那時候 7月初的時候炒一天行情 所以 大部分的資金都在這邊 然後 進場 隔一天就直接 出貨 所以就看到7月1號跟7月2號都是長這樣子的線圖 對那 目前是在下降趨勢線 所以直接 又 太粗 好我們就 再往上看這個 台化 台化的話 我自己 個人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說 他 蠻有機會 往上漲 但是我們 可以了解到的是說 他目前 還是在 這個 壓力的 附近 對我們把這個 壓力的地方 圈起來 就是他 每次到達這個 壓力的時候 他都是 會 算是 回跌啦 回跌到 下面這個區 其實這樣畫起來的話 應該大家 應該也不用畫啦 就是 你直接切磅看 喔 不是切磅看啦 切磅看就沒有還原了 對那我們如果切磅看的話 就是可以大概的 知道說 他目前還算是一個 恩 不算是一個真正的突破 區間的感覺啦 對我覺得說 可以納入觀察 那當然說 如果你勇敢買進去 後來拉一波 那你算是 已經買在一個 起漲點啦 對就是 偏個人 自己的操作 那我覺得這檔 是OK的啦 台化 但是 如果我們再去 看一下 這個 我們以這個股本來看啦 他的 股本有 586 對啊 他的股本越大的話 其實是 比較不容易去 拉台的啦 就是說 其實他如果 要往上漲 那必須是一個 就是 呃這些主力他是 極力看好的 他那他往上拉一根的機率會比較 高一點 那等一下會用那個 另外檔 做解釋啦 對用其他檔來做解釋他這個股本的情形 對所以說 這一檔的話 恩 我是覺得 有興趣可以小小試單 但是 你要他 往上暴衝的 可能性 我覺得 或許 比較 偏低那 看他的成交量 就是 平平的 對 如果說他可以 向左邊這邊啊 痾 資金有 溢柱進去的話 那他上漲力道 才會比較強一點 那 就是像我剛剛講 他有可能滿在起張點啦 好那再來的話 看一下這個 連城 連城的話 他的 成交量 這時候 那時候在這個 九月底那時候也是 算是有進來啦 但是 恩 我們去 畫一下下站趨勢線 他目前又 回到他這一條 下站趨勢線 之下 所以我覺得 可以直接 略過 對 那我們就是 再繼續往上看 南亞的部分 南亞部分 可以看到 這個目前的 資金 他還是 不斷的在裡面 滾動啦 對因為 那時候 在九月底的時候嘛 剛看有幾檔 在九月底的時候 他資金有進來 那之後又 跑出去 但是我們如果 看這檔 南亞的話 他目前 就是走一個算是 上升趨勢線這個通道之上 那就是在這之間 慢慢的往右上 慢慢的走 那資金確實也是 還是在裡面 滾動的感覺 對 那我們 看一下他的股本 他股本 的話 是700多 對 他股本算是裡面 最大的 那 所以說 這一檔 也是一樣 不要期待說 他會什麼 一個 什麼 漲10% 就是直接收漲 停單暴漲 這種行情 當然也是有 有機率 但是他漲上 直接暴衝漲上去的 機率會相對來說是 比較少一點 他的股性會比較 溫吞一點 那就是看你自己 想要操作 怎樣子的 股票 像剛剛介紹那檔 台化他也會 也是算是比較 溫吞一點 對 那這一檔的話 我自己也是 覺得還OK 就是南亞跟 台化嘛 再來的話看一下 國橋 對國橋的話 我們 一樣化線 化線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他目前是在這一個 下戰趨勢線之下 那 他的量 我覺得 必須啦 必須再 出來一點 那之前其實我自己都在觀察這一檔 因為 他的 這個走勢 我是 比較 稍微看得懂的 那目前 他又回來這個 28塊 這個地方 會不會有機會再往上進攻 有機會 但是呢 呃 他的 就是 剛講的嘛 他的 成交量必須再大一點 必須 就是要像 這個啊 可以看得出來很明顯吧 他只有 大概9月29號這一天的量 這個量我覺得OK 就是 像左邊一樣 平均啊 像左邊這邊平均一樣 算是多的啦 就是9月29號這天 下達下來的 這個地方 對那 那這一檔的話 我自己個人啊 因為本身有在觀察嘛 這比較符合說 就是 第三點啊 只是 你會覺得說他目前 算是比較便宜 那 你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應該要 買這一檔 對但是 如果 等一下看一下 亞聚跟台聚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資金有沒有在 裡面這樣子 滾動 的重要性 那 這一檔的話其實也是像我 剛剛前面自己講的 就是 講說如果你對於 這一檔股票 那你的 股性啊 那些你是覺得 你 都看得懂 對你覺得你自己操作是 OK的 那 你在做 進場 就像我看得懂他的這個 支撐和壓力啦 只是那種感覺 好那我們就 繼續往 下面 一檔走 那 台碩的話 台碩是真的蠻強勢的 可以看到吧 就是 這符合我 第一點講的 只是他成交量跟 目前差不多 甚至更高 他就是 甚至更高的個股 那他可能是唯一的一檔 甚至更多的啦 對我還沒有看其他檔 那個 雅距跟台距 沒關係就先看這一檔 這檔的話 我們 目前 這是我自己 大略去抓出來他的這個 支撐和壓力啦 對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他這邊下來 一個 回跌的話 假設他到這邊的話 那 那 是 第一筆資金 去買他 支撐的 點位啦 那 再來的話 再下來的話 就大概這個是 第二筆資金去買 但是說 如果他 真的 不太行 那是越跌越低的話 那這個就是 第 第三 第三筆 這個 資金進去的 點位啦 就是 剛剛有稍微去用這個 他的大量的 這個 去 用1分K去看啦 對那就不細切給大家 就是 礙於 時間的關係 那目前 目前我們可以得知的是 他的 壓力是在 119 這個地方 在禮拜五的時候有到達 119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 在禮拜一 禮拜五的時候 他119的總量是 814張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我自己個人認為說 他 在 在蓄攻的 力道應該是蠻強的 因為 在這個 10月6號這一天他有到 119 但是這邊的話 是沒有看到一個 比較大的壓力去 壓住啦 所以說 我自己個人 是覺得說 大家做個參考 就覺得他 上漲力道應該是 蠻強的 因為 畢竟他前面 他的這個 壓力也是 119.5 對所以他如果再繼續 往上 漲的話 他的這個 往上漲的力道就會 更加強大 只要他過了這個 119的話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 下一檔 再的話看一下 中石化 中石化的話 我自己個人 就 恩 算是推薦 也不推薦啦 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看到他在 12塊的地方 因為之前有講過嘛 對那 之前有分析過 在12塊的地方 是有一個支撐 那在 13.55的地方 是 有一個壓力 這個12塊 是我 我剛才畫的 那 之前 就是這 其他的線 都是我之前就畫的啦 對所以說 你在 12塊附近的時候 去做進場 那或許 之後的報價 再往上漲 那他會有一個 恩 就把 13.55 這個地方 當作是 賣出的 價位啦 對 就不要 這個期望值 不要太高 我自己個人 這麼看啦 當然說他 他有可能 往上漲 然後直接 打我臉這樣子 但是 以目前來看 就是這樣子嘛 反正 他的 價位就是 壓在這個 13.55 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是 這樣看 對那 12塊就是一個 相對來說 比較好的一個 支撐買點 所以我才說 推薦也不推薦啦 對就很像 國橋 就是推薦也不推薦 因為是自己 之前有在觀察 那 他確實都是在 這個 支撐和壓力 裡面 去運行的 但偶爾也會 偶爾也會不準 不可能每次都很準 再來的話 就是講 最後三檔 台聚 台聚的話 之前 就有講過 那 我是新增了這一個 這條壓力線啦 就是在 42塊左右 所以目前 目前的話 這個線都是我之前 畫的 在 35.7 這個地方 確實是 有一個 算是他 漲上來的 支撐啦 之前大盤比較不好的時候 在這 這個地方 有做一個 算是支撐 然後做一個 小反彈 再來的話 就是 看他能不能去 過 這個 大概 40.8 這個位置 這個40塊 可能可以刪掉 看他能不能過 大概40.8 這個地方 那再來 他的壓力 就是在 42塊左右 對 那 老實說他的 這個 成交量 一樣 要 去放大 才能夠往上 繼續進攻 因為 說真的 他 成交量是有點 就是越來越少的 甚至比他左邊這邊起漲的時候還要再少 那如果說 再劃一下這個 趨勢線的話 他目前 目前也算是 壓在這個趨勢線之下 對那 那 其實這種趨勢線啊 我自己個人是 覺得說 你怎麼劃其實就可以啦 那他其實 其實只是拿來判斷他 目前是強勢 還是弱勢 就是沒有一定說 我這個趨勢線 只要到 我股價從這個 下面這邊啊 就假設說我股價從下面這邊開始往上漲 那我打到這一條 下降趨勢線 我就一定會往下回跌 只是 也不是這樣子啊 就是跟我劃這個 壓力線 其實 有點像但是 他也不是一個完全的 依據啦 所以說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 你 就是 劃你自己 看得懂的 那就是 拿來稍微去判斷說 這一檔股票是 在走一個 強勢 還是弱勢 這樣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 繼續講這個 華夏 華夏的話他在近幾天確實 是一個 盤整盤啊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區間這邊 上下 每天都有碰到 每天都碰到 大概我那時候抓的 這個壓力啊 那 之前抓的壓力是 45到 45.6嘛 那我們現在其實可以 大概把他刪掉 大概壓在這個 45.6到 這一個 46塊這個 之間啊 他是 比較 恩 就是這個資金行情 是到達這個區間 比較容易去 恩 就是有壓力然後 往下壓的啦 對那 一樣 目前 的話 就是說 他是算是一個震盪的 感覺 所以 在這個 43左右 這邊 附近 43到 43.5 這邊有一個 支撐 就是 給大家 參考看看啦 對那 目前華夏的話 他的壓力啦 應該還是 受到 就是在看著 4月22號 這一天 去 壓住啦 這天的高點 所以這天的高點 去 壓住 但是 我覺得說 他這邊的量 跟這邊的量 其實是 就是 有差別吧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 成交量 比之前甚至更高的個股 對啊 就是在講華夏 可以 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 華夏 跟 雅聚 那雅聚的話 也是 就是 他的成交量是 比 左邊還在高 所以代表說 他算是一個 蠻強勢的個股啦 那 這一個 壓力的話 是我剛剛去找到的 就是 從這一根啦 對 9月29號這一根 我們就 來看這一檔就好啦 就看這一檔 我這個壓力怎麼找的 9月29嘛 好我們 可以看到 我們先把 這個 成交量最大的地方找出來 這張圖是這個 1分K啦 那我們找出來 可以找到 我就大概花 三個地方 那 我有說 如果說 開盤 開盤的成交量 也很大的話 如果說盤中 盤中有比他更大的 那我開盤 我自己會選擇說 就是直接 略過 對那 其實也可以看 但是因為 我是要找 更高一點的 壓力 那我就會找 這一個 盤中的大量 因為你在盤中 你可以 用大量去 可能就是 這一分鐘之 你可以用大量去 買一檔個股 其實不是一般 賞戶可以做得到的 那反而是說 你在開盤 這個9點 你 8點半到9點 你有4撮合的 這個半小時的時間 去做 考慮 就是 裡面混著蠻多的賞戶 反而是可能是大戶在出貨 這樣子 對所以 好大概解釋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一下 9點 26分 這個地方 是一個大量 那我們就 把他的最高點 劃過去 大概是 51.2 再來的話 就是看這個 9點57分 這邊是一個 算是 收一個 十字線 對 十字星 這樣子 那 把他最高點 大概劃過去 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區間 這個區間就是我劃起來的地方 就是51.2到51.6 這地方有一個小小的震盪 所以我們就可以蠻合理的說 那51.2到51.6這個地方 確實是 有一個 算是一個阻力啦 原本可能是 這邊長上去嘛 那 這邊回跌下來 如果 他夠強的話 他會在這邊反彈 但是因為他這邊不夠強嘛 所以他是繼續往下 對那 再來的話 可以看一下 這邊算是第2大量的 9點23分 這個地方的 最高點 我們就抓 大概 50.8的位置 那 50.8的位置 在 這個地方 是他做反彈嘛 反彈點 如果 反彈上來 那遇到壓力 又繼續往下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 壓力 那我們沒有要做 當衝 所以我們的範圍 就會抓比較 Range 抓比較 廣一點 就大概 50.8到 51.6啦 對那 在這個區間裡面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 不要去做 進場 因為呢 你會發現說 那你在 譬如說 你在 你在好開盤的時候 你去買 那 假設好了 你就是看 你盤中嘛 你就去看說 股票怎麼在 這個 壓力區的 時候 都會一些 大單直接敲進 那大單敲進的時候 你有時候就會受不了 你腦袋想說不要買 但是你的手就是 直接會下單 對就是有時候 也會這樣 那 那其實有時候我也會這樣 所以 你會看一些大人們 499 49.499 像之前 韓運股不就這樣子嗎 對啊 49.499 那你直接一直敲進去 那你就很容易買在這個 壓力區 因為 壓力區會有 這個 比較 大的這個 這個 賣方 會掛比較大的量去賣 那 才代表說他是壓力區 那 有些人用比較大 大的量 或是什麼 30張 50張 100張 這樣子 這樣子去敲 那有時候敲是會敲失敗的 對那敲失敗就會往下 往下回跌 所以我自己才會覺得 跟大家講說 你要買的話 你 也不要買在這個 50.8 到這個 51.6 因為這個 區間 我覺得操作起來 你的腦袋是非常 不理性的 對那 你在你 比較理性的 就是 隨便啊你在這個地方 你分批布局你去買 反正這個區間裡面去買 那當然你腦袋比較 腦袋比較清醒的時候 去做股票不是比較好嗎 對就是不要因為 你在盤中看到 這邊有大單一直猛敲 然後你才做進場 當然如果你要慢慢布局 你還是 買在這個 尾盤的時候 會 相對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 對那 今天就大概 講了 幾檔 那我們就 把它 給 算是標出來了 那 要怎麼標勒好 那就直接跟口頭跟大家講 那就是 雅劇 華夏 台劇 那剛剛有說 中石化跟 國橋是比較偏 就是 算是看資深壓力進場 那就是 台塑化也OK 再來 南雅化也OK 再來是台化 反正這個排列組合 就大概 只有 從這邊啊 從台化 往上的話 就只有 連層 我覺得比較 要 又之前 也沒有看 所以我自己也看不懂 搞不好他 符合這個國橋 和中石化的操作 但是 我自己看就沒有 覺得OK啦 所以就是說 台化可能 買在其三點 那 南雅 就是目前在右上角 這個 右上角的通道 對啊 他 這個 他在右上角 可能還會繼續 往上進攻 也說不定 對那 再來的話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 台塑的話 他是 這個119啦 他這邊這個119 如果可以再 往上 突破的話 那我覺得是OK的 就是119這個地方 再來 算是2018年喔 蠻久的之前 那如果他再突破上去 那我自己覺得啦 你 至少 你那時候看到量 可能 我覺得 要蠻大的 所以這大檔不好 判斷 如果你在 就是你在 開盤的時候 去看到他 衝到119的話 我覺得 可以先 等等 那如果你是在盤中 這個區間 10點到 好 10點到1點 你在盤中的時候你去看到 他是 衝過這個 19 那你再回來看這個 20K的這個成交量 如果 我覺得至少啦 至少應該也要 這個 2萬張以上吧 對啊 這累積的 至少要2萬張以上吧 他 突破我覺得 比 你在突破的時候去買進 我覺得 還比較OK啦 那搞不好也是買在一個 他突破新高的一個 奇章點 也說不定 好 今天講的有點多 有點累 那就大概 講解到這邊 那就是 再次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 訂閱 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